有一些罵得很誇張 連我們的貓都罵 我們的貓被罵 它是低能貓 為什麼 我們的貓很聰明 我要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一句話 就是你要吃鹹魚 就要抵得住鹹 祖雄吃鹹魚 要抵得住鹹抗酸民 護航女友佳納 以後變親子平刀 就是上次女子叫 我現在女子叫 我只叫問 同志天菜祖雄 和烏克蘭籍女星佳納 大方坦誠 一從砲友生化成戀人 佳納呢 卻被爆料成為砲友時 根本沒和前任 地堡男菜乾淨 仍和對方有金錢往來 我可以下一句總結就是 第一 我相信他 第二 就是那些報導 就是真的是不符合事實 我們就是一開始 沒有設定要在一起 所以我們很敢把過去的 所有的事情 那時候找對英國分享 對 我要自己安慰自己 就是一句話 就是你要吃鹹魚 就要抵得住鹹 我一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就去買花 那他那一句就能驚醒到 有 他就講你為什麼送我 因為我想讓你開心一點 其實因為這個報導 他有覺得有興趣 很好的 肯定 留言 不管是好的壞的 我都會看 你知道我不要看 辦得到 不是藝人的人永遠沒有辦法理解 對 他永遠講說你不要看就好了 可是 你怎麼 這怎麼可能控制出去看 這個是自媒體的年代 我們要關心我們的粉絲 我們必須要誠實面對這些東西 看完之後我們會不會不開心 會 那我們還是要想辦法 怎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有一些罵得很誇張 連我們的貓都罵我 我們的貓被罵他是低能貓 為什麼 我們的貓很聰明 我們並沒有在倡導說什麼 很誇張的 的一些愛情觀 我們的這段感情 跟大家 每個人會遇到的問題 是一模一樣的 可能也是我年紀大了 我跟他差距12歲 所以這樣子的關係就是 我覺得有一點像 當然是我在照顧他比較 很愛的感覺 對 他的個性比較急 所以他有時候講事情 我沒有聽懂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暴躁 但是他吵吼 算是吵吼 來得快去得快 遇到什麼事情 我都說 最重要是不吵架 我們有辦法溝通就溝通 沒有辦法溝通 他真的生氣了 好我們忍一下 等一下再溝通 就是都會是以要解決問題為主 回交往 確認關係的時候 你們有想到 就是結婚生小孩的問題嗎 有 有 而且我覺得我是一定會 想要結婚生小孩的 大家講起來好像很大尺度什麼 可是我想法還是比較傳統 所以我覺得不結婚 人生是不完美 而且他的父母催得還比我 父母更爽 他會投入就是比較 當地的健身事業 健身事業 可以 我問他要不要當我的模特 他說OK 但是現在最主要 還是以完成學業為目標 他的目標是要念到 至少研究所 演藝圈的話 他比較 算是比較佛系一點 反而他想要當YouTuber的 這個想法會更 更強烈 因為那個更自由 更主動 當然情侶是我們的一塊 對 開始 但是不是 我們不是一字要拍情侶 我們 我們接下來也會拍 那個健身 也會拍一些旅遊的東西 以後會變成親子頻道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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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拍一次 好緊張